大多数市场人士认为,人民币规律总体企稳,双向波动态势仍将延续,比如,近日公布的8月份的多项经济金融数据,西洋行调控政策,都将预计继续支持人民币规律企稳。 不过,在全球商贸形势,欧洲经济环境及多个新兴市场金融局势等因素,也仍将会继续影响人民币规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认为将美元汇率推至不合理的高位后,如果美元进一步走高,则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隐患。 换句话说,美元指数需要有新的推动力,而这就意味着,美元对其他货币面临大幅回落的风险。 另外,从市场角度来看,投资者似乎也越来越认同,据路透计算机CFTC上周五9月7日公布的数据,最近一周投机客减10美元进多仓至5周低点。 数据显示,9月4日指当周,美元性多仓规模为206.0亿美元,低于之前一周的233.4亿美元,投机者在连续48周持有美元进空仓后,已连续12周持有美元性多仓,并聚恒博社本周一9月10日报道。 中国央行提高借贷成本,并对做空人民币投机者发出警告,该外媒报道趁,中国央行在上月车干银行间流动性后,货币市场的借贷成本,已从8月初的低点有所上升。 此前该利率曾跌过央行提供的期间一项回购协议的利率,该外媒趁,中国央行似乎正是土耳,阻止对人民币下跌的压注。 这样做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本月晚些时候美联储可能加息做准备。 数据显示,本周一香港银行同业拆新,CNHHyper,已经飙升住4.9%,为2017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央行自2016年以来采取的一项策略,目的是通过提高离岸人民币落空,成本来打压投机者。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在上个月初调整远期收贿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或也会直接扭转人民币贬值的预期。 比如,我们注意到,期权市场上未反应人民币,会在未来几个月出现大幅波动或者贬值。 事实上,我们多次强调,人民币汇率经过去年以来的调整,已进入双向波动的合理区间。 中国稳健的经济基本面,也决定了人民币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可能。 据历史数据表示,在过去30多年里,凡是看空或做空人民币的大空投们最终都蒙受了较大损失。 比如,我们曾在近日提提,一位看空人民币的著名大空投查诺斯,Jane Channels,就认输宣布投降了,他稍早前在CNBC上宣布,他不再做空人民币。 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在今年初就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中国经济最新的表现。 该外媒体,做空中国公司的投资者代价很重,有些甚至是苦不堪言。 而多位离岸大型交易员和对冲基金经理,近日也对媒体表示,现在根本没有人能在当前点位6.90,附近大仓被做空人民币的打量。 而,据路透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在上周五9月7日跟踪的数据显示,近日部分投资者已经在开始租多欧元,欧元净多单大增,15182口,终止连续五周净多单下滑的困境。 与此同时,美人净多仓,也是跌至五周以来最低点,玩BWC中文网源创作品,版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编,转载或转化视频,音频道,为者必究。